3月份的股市已经开始步入尾声 未来这个星期二是即月期指转创高空日 而星期三是即月期指结算日 到星期四是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显而见之很淡的角力是会比较明显的 看看上星期的事 其实在反复当中大家发觉到 市况好像有少少想下市的感觉也难怪 因为成交今晚开始萎缩 好像上星期一成交今晚只要1400多亿 星期二亦只要1400多亿 星期三多一些有1700多亿 但到星期四又只要1400多亿 星期五的成交今晚也不见得特别亮丽 即是整个技术上的市况在动力不计之下 很难明显作进一步的推进 所以变成高台上的确是会引来一些 趁高回吐的沽压浸浸容易 而导致市况开始进一步反复 不过这个所谓的反复大家有点要留意 就是指数由24,423点 这个是23号的高位 在这个高位开始的回落 本来技术上是属于正常急步反弹后的消化和整固 问题就是如果跌的幅度比较深 甚至有下市20天线的威胁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由15号的低位18,235点开始的反弹 去到23号的高位22,423点 7天之内恒指已经反弹了4,188点 急步反弹之后 如果你动力够 有旁败的资金再推动的市况 就一直向上走 但事实上我看不到有这个情况 你反而入市的资金开始逐步逐步的却步 你只看腾讯、美团、阿里巴巴和一众的仲概股 已经知道资金开始有少少慢慢慢慢放慢的感觉 结果市况怎可能不出现调整呢? 这个调整一旦跌穿20天平均移动线 情况就完全有少少分别 20天市大跌在21,280左右的水平 指数一旦跌穿了 就代表整个技术上的反弹市况 已经受到亏限了 这个大家要留意 在那一刻来说 十天市的防守性就比较关键 因为十天市已经升到20952点左右 稍微有少少反复就会撞穿 指数一旦撞穿10和20天市 即是代表整个市场 又再进入一个反复而不明的势头之中 值得留意的是 在3月17日早前一个星期四 市场高至1343点 最后都高收至21501点 问题就是当日是遗留了一个很大型的上升离口 是介乎20120到20786点 这666点的上升离口 摆在2万点上方 其实情况一点都不理想 我都不知道你何时才会补 其实这些大型的上升离口 说真的 早保就比持保好 废话放着隐忧在那里 到你日后在高拖 再回头再回补 其实杀伤仪是大得很重要的 当然之 刚才我提到 股市七日之下升了4188点 如果出现一个正常的调整 我当你回调三分之一 若望1400点左右 你从22423点开始起计 是有机会撞穿20和10天线 大家要留意 换句话 市况既然现在渐渐不明 大家暂时在忍忍手等一等 因为实际上来说 淡友肯定是趁机会有所反击 既然是这样 作为省区 我们可想采取官方态度比较好些 省区采取官方态度当然是好 因为这是自保的策略 在市况不明当中 省区其实可以做的真的不多 很多时在反弹市当中 大家都希望乘搭顺风车 或者抛下车边 从而赚多少 但问题是这阵市快 真是快 你想想 由3月15日的低位 18,235点 短短7天 已经升到23日高位 22,423点 你看得来 市已经升了3000点 再看两看就升了1000点 买不买 只有看折 这阵反弹市 省区真的赚钱的不太多 不过总是有些安慰 如果拿着首货 去到低位没有沽到 现在回上来 输少很多 老实说 都有些安慰 问题是你自己捨不捨得走 我举个例子 好像腾讯 300元 380 380 380 390 跌到297 心就乱了 现在上去 曾经到400元 可不可以脱身 自己决定 阿里巴巴何尚不是 82元 坐货 大有人在 跌到71 反弹回上去 119 老实说 都是要输的 不过输少很多 捨不捨得走 又是要看自己 说真的 这幅市的跌浪起步点 是2月10日的高位 25,050 急插到3月15日的低位 18,235 一个月多些的时间 跌了足足6815 这个本来就是两个季度 甚至三个季度的幅度 但居然在一个月多些的时间 已经出现了 可想而知 做淡的空军 是多么浪 好了 那些过了不要说了 问题就是 由18,235点的反弹 去到22,423点 市是升回4,188点 如果相对6,815点的跌幅来说 市已经反弹了超过跌幅 一半有多 说真的 这个反弹的力度也相对比较明显 问题就是 有没有条件进一步反弹 那就要看成交減額 这个真的大家看到 在过去一个星期 说成交減額大部分时间只有14,000亿 你没有足够的动力 你怎样推上去 如果你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动力推上去 又预备市场已经升了4,000多点 维持一天维持两天 维持不了太多 结果在最后落下落下落下 直至落不住 指数又会再反复 走回回来 技术上来说 来到现在 大家要留意 这个星期二就是 即月期指转仓的高峰日 星期三就是即月期指结算日 星期四就是场外衍生公会结算日 很明显看到 做淡的那些 就是希望将市况稍微压低一点 从而减轻转仓带力的成本支出 和减轻结算带力的亏损 但做好的又何尝不想市场 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进行一个转仓和结算 问题是两件事 第一 成交价格不够 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持 市场落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是次其一 第二 你早个星期四围落了这么大型的上升离口 不保不保 你始终都是要保的 换句话来说 好仓大户要维持的势头 在一个高水平撑到实势 其实除了资金一定要足够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看有什么因素去配合才行 如果没有的话 你落一天落两天 第三天的市市已经是累的了 所以我觉得 来到现在这分钟 大家都是休息一下 看看职月期指 转仓结算完之后 市会去到哪个水平 在哪个水平 过到四月份 我们才再行定夺 当然不知道 买100股腾讯 买100股阿里巴巴 做低风险管理 这个问题就不是这么大 或者好像941中移动 派锡这么理想 买这些做中线的部署 分开500500万买 有问题是没有的 但很多希望 买首货明天就赚 买首货后日就赚 这样的心态 在现在这个市场 可能就会吃亏了 因为市况略为反复 而且略大不明 大家都是保守好一点 好一点